哈喽,大家好,我是红杨 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好吃有多层的馒头 特别的炫滑哦 首先把胡萝卜切成薄一点的片 再切成细丝 然后呢,切成小丁,放到大碗中 火腿肠切小丁,放到大碗中 再放一些玉米粒,葱花,十三香,精盐 再倒入500克的面粉 先搅拌均匀 然后呢,再放入5克的酵母 1克的面起子 一勺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 然后用300毫升的温水先把酵母化开 再边倒边搅 搅成大面絮 再淋入10毫升的熟油 然后呢,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软硬程度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扣上盖,放到阳光处开始发酵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面团的体积明显变大 并且里面有丰富的风波组织 这面呢,发的真的是太好了,太棒了 面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 再把发好的面多揉一会儿 拍拍里面的气体 然后呢,搓成长条 再切成剂子 其中要留一个剂子 比其他的剂子都大一些 接着把每个剂子都向里翻转 按压揉圆 然后呢,擀成一个大约3毫米左右的薄饼 把薄饼放在下面 中间抹上一层油 再放上一层薄饼 再抹上一层油 再放上一层薄饼 就这样反复的做 直到放完所有的薄饼 最后呢,用这张大薄饼 把所有的小饼都包起来 包好后,放过来 用擀面杖把它擀薄一些 上面呢,撒点黑芝麻,点缀一下 然后呢,用中火蒸25分钟 时间到后,闷3分钟再开锅 看,特别的炫糊 吃的时候呢,切成小份 现在呢,还没吃 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我们的千层饼就做好了 叫它千层馒头也可以 特别的熏软多层 有了这个饼 吃的时候不用吃菜 不用喝汤 都能吃饱 有时间您也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拜拜